女人是否有权利堕胎 这个看似常事一般的问题 居然在美国引起了巨大的争议 而近几年来呢 美国的反堕胎声音越来越大 几个州的反堕胎法案呢 被重新提到了最高法院审视 美国是不是有可能倒退50年 回到妇女无法堕胎 禁止妇女堕胎那个年代呢 其实这这件事情在我看来 我觉得也包括在我们所有的亚洲人看来 真的都是非常的不可思议啊 因为亚洲在堕胎这个事情上面呢 倒是意外的 华人权都还算是高度一致吧 都认为这是一个妇女能够享有的权利 但在美国却不是如此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其实我最为好奇的就是 美国作为一个法律相对完善 体制相对完整成熟的地方 为什么堕胎这个 我们看似一目了然的权利 会到现在都还有这么大的分歧在呢 说好的法治 人权 平权 放到了宗教面前 难道都不值得一提了吗 在一项目标准备 在一项目标准备 legalized abortions 在一项目标准备 heard arguments in a case that could spell the end of nearly 50 years of reproductive freedom in the United States we have a human being a person pro-life how should we how should that question be decided is it a legal question a constitutional question a medical question a philosophical question a religious question or what is it 今天我要喝这个 一样是没有付我钱的 呃不讲不讲是什么了 反正就是这个好好喝 巧克力酒 它其实就跟那种阿华天 喝起来味道差不多 但是它里面有一点点酒 哦这个配牛奶超好喝的 我决定我今天要配这个 对我现在已经完全是处于一个放弃状态 就是 好吧 没有酒要找我代言 没有酒要找我业配 那我就 我就自己介绍吧 我就良心介绍吧 反正我就好吧 那我就享受什么 我就直接喝吧 牛奶坏掉了吗 OK没有 然后基本上喝起来 应该就是跟巧克力牛奶一样 嗯 好好喝哦 这巧克力牛奶 然后这个是我们今天的来宾 我请他来 因为我觉得他的皮皮 现在太可爱了 好可爱 会帮助我等一下发挥的更好 不要下班好吗 今年就一直看到 美国这些反堕胎的声音 越来越大 反堕胎的州啊 法案啊 越来越多 然后我就觉得真的很神奇耶 就是 我反正是无法想象啦 就是像常识一样 每一个人都会认同 对啊 我本来就应该可以堕胎 为什么不能堕胎 结果 在世界上的另外一个大国 居然 他们对堕胎 是有这样大的反对声音的 所以对我来讲 我觉得非常好奇 我就跳进去研究了 那今天也给大家分享一下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 还有一些我自己的想法 大家也欢迎一起来讨论 所以这个要从哪里开始讲呢 应该是今年九月份的时候 德州开始率先 他们先推出了一个叫做 最严格的堕胎法案 叫做心跳法案 因为它规定 一旦你肚子里的 baby 拥有心跳呢 你就不能够堕胎了 这个时间就差不多是在六周左右 所以你怀孕六周前 在德州OK 可以堕胎 但是六周后 就是禁止堕胎的 六周这个时间线呢 对于大部分的女性而言 是根本就还不会 可以意识到自己怀孕的那个时间 百分之八十八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堕胎 都是发生在六周之后 所以他们定这个时间 基本上就是认定了 你在我周里面就是不能堕胎 不好意思 就是这么明明白白的讲了 美国这个堕胎和非堕胎的纠纷呢 从最初最初堕胎前这个东西 被提出来的时候 就一直延续到现在 所以这东西已经五十年了 两派 一派叫做pro-life 一派叫做pro-choice pro-life当然就是 所谓的支持生命 保护生命 所以他们就是反堕胎 而pro-choice就是 支持女人的选择权 女人的身体自主权 所以呢他们就是支持堕胎的 而这两派 哇 中间的那个战争 可真是精彩了 里面当然有党派的事情 然后有宗教的事情 生命是神的祝福 甚至当生命开始在那些 可怜的犯罪的犯罪 那是神的想要做的事情 因为我正在在裁判罪胎的 正确的犯罪 而两方呢 在这五十年来 也一直都是用尽了手段 想要维护他们心中认为的正义 一个认为 不要杀身一个认为 女性权益嘛 反堕胎这一派呢 他们当然也清楚的知道 就是美国在1973年的时候 早就有案例是明确的 说了女性有堕胎权嘛 然后呢 每周就是不行去禁止 女性堕胎这件事 这个心跳法案一推出来之后 马上被pro-choice的人 给提到最高院 他们要说这个东西是危险的 这个东西是不应该的 但是最高院是怎么讲的 最高院说出于程序上的原因 出于这个法律上面的被告主体的问题呢 他们不会去撤销这条法律 不会直接判定说 德州这个法律是有问题的 但是针对德州这个法律是否违宪呢 最高院到现在一直都没有给出答案 所以呢 德州这个心跳法案到现在 已经实行了超过两个月了 在德州这两个月内就是完全不能够堕胎啊 如果有女人怀孕 然后想要堕胎的话 他们就必须要到隔壁的州去 去别的州进行这个手术 反堕胎的人们呢 看到德州的这个例子 看到最高法院居然针对这个案例 没有马上给斩断 没有马上的说不行 哇!他们觉得春天来了 然后呢其他的保守州也都纷纷开始行动 比如说像这个密西西比州呢 他们就是最新被放在台面上的 他们在18年的时候就推出了一个堕胎法案 规定15周后才可以堕胎 而15周内是不可以堕胎的 美国的判例呢是规定24周后 州政府才有权利去规定说能不能堕胎 而24周前全美国的女性都是可以堕胎的 所以这个15周呢 那照理来讲也是不OK嘛 所以呢在18年的时候 然后他就被禁止啦 但是在今年他居然就是被重新提出来 在看到德州这个貌似希望的曙光出现的时候呢 密西西比州的这个法案又被重新提出来 然后重新被丢到了最高院 说要叫他重新审视一遍 然后最神奇的地方就来了 这些法案呢照理来讲 如果是在前几年的话 是根本最高院连接都不会接 然后如果他接的话 那他可能就是直接就说不行 直接就是拒绝 就说这个就是违法 但是今年呢 最高院就好像释出了这样一种声音就是 他们好像也开始怀疑 堕胎权利是不是合法的 他们也开始觉得 这些州这么严厉的堕胎方案 可能有一些合理性喔 所以我们来听听看 在上周12月2号的时候呢 就进行了这个法院的这个 hearing 环节 就是庭审环节 要听各方证词这样 而密西西比州 他们奔向最高院 这次是直接想要挑战 美国的堕胎权欸 神救了美国 和这个庆幸的庆幸 Rowe vs Wade 和Plan Parenthood vs Casey 他们想要推翻这个确立了 美国女人堕胎权利的案例 叫做Rowe vs Wade 而我在那边熬夜听 美国的这个 最高院 hearing 的时候呢 他们真的是灵魂拷问啊 逼我去重新思考吧 因为说到底 我们都知道生命是无价的嘛 女性的生育权跟一个新生命的权利 你要如何去衡量哪一个比较重要呢 你有可能去衡量吗 那的确 为什么我们可以说女性的权益一定是 压过另一个生命的权益呢 这就变成一个非常微妙的问题 我很想要知道 反对堕胎的那些人 他们有怎么样的理论基础 或者是逻辑上的根基来说明 然后发现说 pro-life的人 他们是跟宗教高度相关的 基本上全部都是基督徒嘛 难道要反堕胎的人 都一定是有宗教背景的吗 然后我就跑去查哈 2021年 美国人关于堕胎上面 而你看 pro-choice的人呢 他们在 宗教这一块 你多常去参与宗教服侍 或宗教活动 pro-choice的人里面呢 百分之六十四是很少 或从来不 而pro-life的人呢 百分之七十五的人 是每周都会去参加宗教相关的活动 这边还有另外一个 不过这是2014的 但是2014到现在呢 我也有查过 基本上这些倾向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然后这个是来自那个Pew啊 一个很 比较权威的美国民调调查机构 关于宗教信仰这一块 深蓝色的是认为堕胎应该要合法 浅蓝色的是认为堕胎应该要非法 就是反对堕胎 然后你看看这里面每一个宗教分布 佛教徒百分之八十二认为堕胎应该合法化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认为堕胎应该要非法的最多的是 Jéhovah's Witness 基督教的一个流派吧 好他们是最坚定反对堕胎的 另外就是OK摩门教 然后还有就是OK福音派 所以就是福音派和两大派的基督教嘛 是最最反堕胎的 对他最好笑的是他居然比天主教还高 我本来是以为天主教应该是最反堕胎的 结果其实不是是福音派 这边这个我觉得非常有趣啊 信不信上帝然后和你 知不支持堕胎之间的关系啊 认为堕胎应该要合法的人里面呢 有百分之五十他们是相信神的OK 然后认为堕胎要非法化的人呢 里面有百分之七十九是相信神的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在里面 就是这整个堕胎议题呢我就不仅开始思考 他是不是落到最后结果只是一个宗教自由的问题呢 因为实际上我在考察1973年的 美国堕胎这个案例的时候呢 我就很好奇当时这个女律师她是用了怎么样的观点 然后那些认为女性应该有堕胎权的最高法官 又是怎么样的观点 她那时候讲的一句话让我非常的被convince被说服 她整个逻辑是这样 首先当时面对的问题也是一样的嘛 就是生命是最可贵的东西 那你要怎么去定义一个女人的身体里面 什么时候叫做开始有生命呢 一旦她有生命我们绝对就不能杀她 就是这样啊 因为这个就是人类文明的底线 所以堕胎的真一点就变成是最经典的这个问题 人类的生命一个人的生命是从何开始的呢 是从哪一点开始我们开始叫她是人呢 但是有趣的是呢在1973年这个案例中 这个女律师是如何回答的 她说法官大人我不认为我们有办法去定义 人的生命是从何开始的 我们要回答的不应该是这个问题 我们要回答的问题应该是 这个问题应该由谁来定义 so the question is who gets to make the decision is it the woman or is it the government 哇我觉得这个女律师太高明了 她当年才26岁 我天哪才跟我一样 她是全美国最年轻的 站在最高法院进行辩论的律师之一 她的逻辑大家听出来了吗 她在跟最高院讨论的是 人的生命从什么时候开始 这个事情太玄了 这个事情牵扯到了宗教 牵扯到了哲学 牵扯到了一个人的所有价值观 一个人对生命的认识 而她认为这不应该是由法律来定义的 而这应该由每一个人自己来定义 所以她其实留了一个空间就是你可以拿来解释说 有一些人她定义生命是在受精卵的那一刻 就叫做生命已经有了 所以她认为坚决不能堕胎 那OK啊那她就不要堕胎 但是有一些人她觉得不是这样啊 因为她可能不信神或者是她什么都不信 她觉得从头到尾可能生命在被生出来的那一刻才叫做生命 然后之前不算生命 那所以她就想要堕胎啊 那她就堕胎那她就让她堕胎 所以这个女律师讲的话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事情法律无法定义 所以你让每一个人自己去定义 而我也相信她这番言论应该是打动了当时的最高法院的法官们 所以也才会判定堕胎是一个女人的权利 而现在呢这些反堕胎的人 反过来讲她们是在讲什么 他们就是说我告诉你生命是什么 生命就是你肚子里一怀孕受精软的那一刻 或者是6周或是15周随便 反正就是我说的那一刻开始那就是生命 开始有生命之后你就不能堕胎 她们把一个定义强行的告诉你 你不可能去否定生命很可贵的吧 你要杀人吗你要杀人吗 基本上我觉得她们现在的论点就是这样 看完整个法庭辩论之后你就会知道 她们一直在强调的就是肚子里面那个东西从头到尾都是生命 但是实际上她到底什么时候是生命的呢 她到底什么时候变成是一个人呢 这个女律师讲的东西我觉得说明了一切啊 所以把她的逻辑再套用回来的话 就会发现其实这整个能不能够堕胎的这个事情 就变成了是宗教自由 价值观自由的问题了 当然因为这个在法律上 哪一天开始你就不能堕胎 哪一天之前你可以堕胎 她需要去规定这些很具体的东西 所以在这些具体的事情上面 OK那还有很多的分歧 不管医学再多么的发达 我们也不可能依靠科学去定义 一个生命从何开始的 最高法院是这么讲的 因为你看啊我们现在都可以看到超音波了 我们知道从受精的那一刻开始 女人的肚子里面的那个胚胎发生了什么事 或者是从细胞受精卵开始 她每一天的过程我们都知道啊 那我们知道了又然后呢 你要如何界定她是从心跳开始 从脑坡开始还是从她有四肢 还是她可以自主的动还是什么 这些标准是人去设定的 而科学永远都只是帮我们去探测出来 科学永远只是一个工具 她帮我们衡量 但是衡量的标准是人定的 就像是一个尺子 尺每一格有多长是人去定的 而科学只是那个被定出来的尺子 你就拿着那个尺子去量量量量量量 然后你说这叫科学 但是你想想看你退回来想 科学首先是你要先发明出那把尺 所以我们不可能依赖于医学 甚至科学来告诉我们说 人的生命从哪一点开始算是生命 而这确确实实就是一个哲学问题 宗教问题 美国最高法院他们当然也深知这个事情 你看上次的这个法庭辩论里面 就多次的提到了 Philosophy 多次的提到了 religious religion 这些词 因为这问题密不可分 然后我刚说的这个民调里面呢 这个里面真的超有趣的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 其中这一格呢 特别有趣 在支持堕胎合法的人里面 有百分之十次的人认为他们是出于 哲学上或者是逻辑上的理由 所以支持堕胎合法 而你看这是所有三个观点里面 哲学啊然后逻辑啊运用比例最高的 所以是不是可以说 比较有在认真思考纯粹思考的人 都会倾向于支持堕胎合法呢 我不知道能不能武断的这么说 总之我也相信 就是所有支持堕胎合法 所有认为应该有堕胎权的人呢 也不会觉得堕胎是件好事 只是觉得你要开放堕胎这个选择 开放一个自由衡量的空间 我不知道 我很好奇我这一集就是 在华语圈里面讨论这个事情 应该不是很多 所以我不确定 这集就是大家 大家会有什么想法 呃我也觉得 我研究完这一系列之后 我就发现 其实美国真的真的 他是一个以基督教建国的国家 虽然他从来都没有明确的 在法律上面 有提过关于基督教的什么东西 他当然都是那个政教分离的 但是你可以看出他们许多的传统啊 然后甚至他们政治跟信仰 跟宗教之间的关系有多么的密切 我觉得就是恰恰体现在了 堕胎争议的这件事情上面 因为虽然最高法官们 他们是能够很逻辑的 很有依据的去辩护说 反堕胎还是堕胎 但是你看那些支持者你就知道了嘛 反堕胎的都是宗教人士 而且全都是基督教 所以这刚好就是体现了 美国其实它的根基是非常非常宗教的 而现在刚好卡在一个时候 就是美国的最高法院呢 拥有六名保守法官 而要推翻前面这个堕胎权法案呢 只需要五名法官就可以了 所以是非常非常有几率被推翻的 而这个结果还很久啦 要在明年六月份之前才会公布 但是我是非常非常好奇 这一整个事情的进展 因为我觉得从美国的宪法呀 国家的这个进程中 法律上面啊 是非常成熟的 然后呢不断的这样更新 那如果说这一次堕胎案 真的被驳回的话 被否定的话 那就真的很有趣了 会是一个大倒退吧 我觉得 会是美国法律历史上面 非常有趣的一个事情 甚至是全世界非常有趣的一个事情吧 这样的一个西方国家 一个所谓的发达国家 居然在堕胎这个事情上面 这么的保守 但我觉得啦 如果说美国 他真的要变成是一个 反堕胎的国家的话 没什么行不行吗 他如果决定这样就这样 但是那就意味着 这个国家的宗教性成分 会变得更大 比我们想象中的大 那这就是会是一个结果 如果他们整个国家的人 都认同这样的宗教性的基础的话 那没什么问题啊 然后当我说宗教性基础的时候 不代表说全美国的人都是基督徒 而是他们都认同生活在这样基督教价值观下面 懂吗?基督教价值观和你直接就信基督教是不一样的 如果堕胎法案被推翻了明年 那就更加证明美国是一个基督教价值观 非常非常非常强的国家了 这也不一定代表他就不是法治啦 只是他所提出的价值观 是不是普遍性的呢? 还是说他只适用 特别适用于信徒呢? 这个就是一个我们可以考量的事情了 哇这个 上一集讲了性别 而这一集又讲了堕胎 好像我这两集都讲了这种 比较什么 女性 对好像都跟女权有点关系啊 我本来也就对这个还蛮有兴趣啦 只是我很讨厌被叫女权 因为他实际上应该是平权 而不是女权 而且尤其是女权这个词最近又 这几年又被污名化 因为毕竟就是真的有很多所谓田园女权人士 就是仗着女权的声音 然后呢做了很多 讲了很多 比较不太对的话 比较比较比较蠢的话 所以还是一样 大家有什么想法就留言给我吧 尤其是我觉得这个东西的真音性还蛮大的 不管是支持堕胎或是反对堕胎 我觉得都有非常多的东西可以讨论 真的是非常有有趣 尤其是我也非常想知道 不同的宗教对于堕胎是有怎么样的看法 我有个朋友啊 我还特别好去问他 就是佛教徒对于堕胎这个事情 他们是怎么想的呢 然后他就有跟我讲啊 他就说就是佛教肯定是反堕胎的啊 就是因为这肯定是杀生命啊 然后有不好的那个业啊什么之类的 但是我在这个survey里面又看到说 佛教徒其实大部分是支持堕胎合法化的耶 那我觉得也蛮有趣的 这可能跟每一个宗教他们的风格 或跟他们核心的那个特质有关 因为像佛教的话 基本上是不太会去干涉其他人在做什么嘛 就是你做就做啊 只是我告诉你你做了可能会这样 然后会有不好的后果 那你要做你就做 我不会跟你说你不能怎样 就是那什么果报自己承担 那这种感觉自己去领悟 所以蛮有趣的 那像是这种医神论类的宗教呢 当然就是最为你说极端也好 然后比较强势也好 就比较会觉得说 这是统一的标准 这是普世的标准 这是真理 不可能被反驳 然后这就是真理 我没有再跟你讲这是不是宗教 这不是宗教 这是真理 生命就是上帝给的 这是真理 我不管你信什么 这就是这样 类似这样了 所以这个里面也看出 也可以衍生到 就是一些针对宗教讨论 也很有趣 我觉得我这两集 好像都讲了一些很 比较就是 所谓跟生活比较远的事情 但是是吗 跟生活真的比较远吗 我觉得这些看似跟生活 远的事情 我觉得反而才是生活吧 像是我们今天讨论的是生命 你觉得生命这件事情 跟生活很远吗 你的每一天的生活 就是正在生命 那如果你再更具体一点 生孩子这件事 不生活吗 这可生活了吧 大部分的人 好了 虽然现在生意率降低 但是大部分的人 还是都会成家 然后有孩子 然后或者是你真的没孩子 那你也是你父母生出来的吧 所以生命这个事情 也其实也不远啊 只是 只是我我比较喜欢 就是非常根基式的去思考 去问啦 所以还是一样 就是本版主今天又丢出了一个问题 然后提供了一些我自己的观点 然后还有一些历史上的案例啊 还有素材 对 Netflix 那个好看 可以去看 然后提出的这些东西 大家一样自由表述吧 1973年的这个女律师 她说的有没有道理呢 还是说人的生命是什么 人的生命从何开始 应该是要由法律来定义的 法律应该定义 法律应该定义 就是不应该让大家随便乱定义 你们觉得呢 这都是有可能的 那留言给我咯 我们下次再见 下次再见 好可爱 好可爱 опciones 边边angle 你的前客 所以可爱 你 Which leaves